手提环保灯笼,围绕大圆圈,高歌齐唱月亮圆 疫情将近三年,马来西亚几打子季幼儿园 师生及大爱妈妈一起实体庆祝中秋佳节 搓月饼,碾压模型 一粒粒手做月饼,从内馅到制作 老师与孩子用心制作净丝月饼及燕菜月饼 我们有做五个口味 我们有可可苦月饼 五菇甜月饼,然后还有黑瓜酸鱼干月饼 然后还有燕菜月饼,然后还有上海月饼 初初我们以为是很难做 因为第一次体验 然后哪里知道是还好 全部孩子都可以做月饼 可以用他的磨,还有做他的皮 还不错啦,孩子都很喜欢吃 大爱妈妈让孩子发挥创意 利用回收物,亲手制作环保灯笼 我们就有这个用环保的材料 师生及大爱妈妈手提自制环保灯笼一起游行 让大爱妈妈陈慧清有所感触 他们懂事以来第一次在学校跟小朋友一起庆祝中树节 然后最难忘的就是他们自己可以亲手制作灯笼 孔派跟以往,我们全部都是自己买的灯笼 所以他们这次自己制作灯笼会比较有意义 比较难忘,印象会比较深刻 因为以往他们都是自己买的嘛 然后全部都是鞭子,又没有... 就是不是那种传统,没有灯,没有蜡烛的 为让孩子更了解中秋佳节的由来 孩子们特别呈现小剧场 后裔摄日和嫦娥崩域的故事 透过中华传统佳节活动 师生和大爱妈妈和乐融融共庆中秋 了解到佳节背后的意义以外 增进师生亲之间的联系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祝大爱妈妈和乐融融共庆中秋 多一份善恋,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远离灾难 3月2日 7月2日 3月1日 英语 三月2日 3月2日 3月2日 4月3日 1日